今天是2024年8月13日 何伯和何太這幾天繼續他們亡命天涯的行程 每一天就不斷租酒店,連家也不能回家 初時大家都不明白,為何何伯和何太要這樣做 直到8月12日晚的直播,何太就半推半袖說了真相 當然,他說的是不是真相和真相之全部呢? 當然是有值得商榷,但有參考價值的 而去到今天,即是8月13日 他們就已經離開屯門延朗天水圍 甚至離開荃灣區,轉戰去九龍區的酒店做直播 為何會這樣呢? 是不是現在整個新界區都容不下他們呢? 而過往他們宣稱背後有大水喉照著他們 讓他們可以慢慢租酒店 現在到底他們還有沒有人照呢? 如果有的話,那個到底是誰呢? 又如果沒有的話,又怎樣可以看到他們已經沒有人照 花了些錢,山窮水盡呢? 現在何伯和何太這幾晚做直播的重點呢? 就和版主上一條片所說的差不多 他們就想透過一些舊的錄音,舊的視頻 以及其他Youtuber和一些網民做的訪問呢? 就企圖揭發另一位人稱水哥的Youtuber 即是無良軍師 企圖說無良軍師騙人錢 甚至有很多不為人知的秘密 那到底他們又公開了些什麼錄音呢? 內容又是說些什麼呢? 而大家其實有沒有想過這些錄音 何太在哪裡拿回來的呢? 為什麼我們又不覺得這些錄音或視頻 從來有存在過呢? 但何太他們就可以這麼輕易得到手呢? 反正今天搜集資料之後呢 又試一下再跟大家講解一下 在看這條片之前呢 希望大家先留言支持 之後就再給個like like完之後呢 如果覺得這條片是ok的 就記得share給身邊的人看 而未訂閱的就記得訂閱一個支持一下 希望所有進來看這條片的人 都做足這幾樣東西 麻煩大家 那首先呢 都是那句的啦 過往發生了的事呢 反正就已經做了評論 有興趣的呢 就可以看回之前的影片 免得大家覺得悶呢 又或者大家覺得板主拖長的事來講 那首先一開始呢 就說回他們這幾天都怎樣 其實說起何伯和何太住酒店的過程呢 板主最初都以為 他們會不會是收到一些酒店的贊助的 事關他一開始住的酒店 就是天水圍或者元朗區的那間叫做月品酒店 之後呢 就轉戰去到荃灣的那間酒店 原來又是同一個集團 同一個集團的酒店 他們一住就要住很多天 住的時候 甚至開直播那陣呢 還要很風騷地說呢 就說多謝背後的人的支持 然後呢 又可以半價吃他們的自助餐 他們兩夫妻呢 在鏡頭前面還要大嘆 就說自助餐很好吃呀 吃到很飽呀 那當板主聽到這裏的時候呢 其實曾經就有一刻想過 到底背後支持他 甚至給錢他住酒店的人 其實會不會是酒店官方那些人 或者酒店高層呢 但是 板主未證實到這個想法的時候呢 他們去到8月12號 就是昨天 又無緣無故 就已經沒有再住月品酒店了 就轉了去天所謂的嘉湖海逸酒店那裡住 那當時呢 他還宣稱 就說嘉湖海逸酒店呢 是李嘉誠的酒店 還說李嘉誠很好人呀 不過呢 就大新嘉湖海逸酒店就很貴 就說之前住月品呢 都是四百多元一晚 但是呢 現在住嘉湖海逸酒店呢 就要850元 貴了四百元又多 而他們沒有住月品的原因呢 就有網民拍到 他們在不知道哪一間的月品酒店大堂那裡 就懷疑是被警察盤問 但是根據阿可白和何太的版本呢 其實就是他們收到月品酒店的通知 就因為呢 他們入住了之後呢 就有很多網民和市民 就打電話去到月品酒店那裡投訴 月品酒店在無辦法的情況之下呢 就唯有出一個逐客令 要求他們離開 不讓他們逐租 所以按照他們的版本呢 他們其實呢 是他們叫警察過來 他們報警的 就是想了解香港的酒店 是不是可以這樣 那麼隨便就可以不租酒店給人 而去到今天 即是8月13號呢 就有網民拍到一張照片 相片就出現了 紅茶館酒店的這五個字眼 版主就用了GoGoMag 走沉了一輪之後呢 相信他們就去了佐敦這間 叫做紅茶館酒店 但是呢 雖然這間酒店就叫做酒店 但其實呢 看回內錄的照片呢 就只是賓館的級數 那跟他們之前住月品酒店 或者江湖海日酒店那些呢 其實就完全不是同一個層次來的 所以有一下呢 其實版主也有理由相信 所謂背後支持他們的金主呢 其實就未必是真金白銀給錢他們住酒店 反而是有機會呢 是某酒店集團的高層 可以給他們平價住自己旗下的酒店 甚至平價吃自助餐 但是當酒店收到投訴之後呢 就唯有將他們叫離開 所以他們一離開之後呢 就只可以住便宜價酒店 甚至賓館 而不可以繼續住那些幾百元一晚的酒店 那我們說回來吧 那為什麼他們要不斷住酒店和賓館 而不回到他們青田村青信樓的家呢 按照何太的說法呢 就話說在上星期五 火屋處已經跟他們說好了 就說阿可伯呢 就不能再回到青田村青信樓的單位了 不容許阿可伯繼續在上子居住 那所以呢 現在就唯有和阿可伯呢 就開始這個浪跡天涯的生活 但是比較有趣的是呢 阿可太就宣稱 火屋處的人呢 其實就容許阿可伯 每天呢 都可以回去收拾一下東西啊 煮個飯啊 甚至洗個澡都沒問題的 但是就說在這個星期日 即8月11號的時候呢 火屋的職員又反口 見到阿可伯在青田村青信樓的樓下出現呢 那保安就立刻攔住了他 就不容許他再上樓 就說房屋處呢 出意反意 跟著又在問啊 啊是不是想逼死我們啊 那在這一方面呢 其實板住很小的時候呢 其實都有住一個公屋的 都可以略略講解一下他們的要求 現在估計呢 何太青田村青信樓的單位 是沒有可伯的名字 那有機會就好像坊間所說 那雖然呢 阿可伯就拿不回那450萬的了 但可能呢 都還有少少身家 或者叫做有個錢啦 那萬一把阿可伯 加了下去阿可伯的公屋單位 裡面呢 阿可伯就有機會連累到阿可伯 令到資產爆布 最後就令到阿可伯 會連公屋單位都沒有了 那所以阿可伯 一直都不肯幫阿可伯加名 也都相信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房屋處都已經出了續客令 說到明呢 就不可以再被阿可伯回到那個單位裡面 但是呢 如果就算是沒有名字的話 其實又真的不代表阿可伯是完全不可以進入這個單位 其實如果按照正常的計算方式的話 房屋處就很少說會完全禁止某一個人進入某個單位 因為可伯其實仍然都可以以訪客的身份去探望阿何太 當然啦 理論上就要跟足程序的 例如在地下大堂和保安登記了個人資料 諸如處女那些 那做足程序之後呢 理論上其實就應該是可以放行的 但是如果房屋處真是好像阿何太所說的 這麼絕情 要阿可伯連單位都不讓進入的話 那相信房屋處就肯定已經出了命令 要重點招呼他們兩夫婦 所以房屋處的職員和保安才會做得這麼絕的 坦白說如果不是的話 做保安員了 公屋的保安員了 會不會這麼多事啊 個個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啦 假裝看不到被他們衝進單位就算了 但做得這麼盡的話 那都是那句的啦 相信呢 火屋處肯定是下了命令的了 那所以呢 在阿何太的心目中 其實所有人都是迫害他的 江湖海日酒店又迫害他 月品酒店又迫害他 李嘉誠又迫害他 火屋處又迫害他 甚至連阿何局長都是迫害他的 那甚至呢 說得再誇張一點呢 他就甚至覺得 所有的政府部門都是迫害他 那就差在呢 還沒說特首李嘉超都迫害他 那樣的意思而已 然後呢 經常又說要跟這個局長啊 又或者跟那個司長對話 又說明明所有事情都已經合好了 為什麼都要出爾反爾啊 那當然啦 其實呢 剛才所說的那些呢 全部都是何太單方面的說法 其實呢 就沒有任何實質的證據 去支持他自己說這番說話的 那所以大家到底是相信政府 相信局長 還是相信阿何太呢 那就留給大家自己決定了 那說回來啦 剛才版主也有提及過的 版主認為照顧他們 甚至付錢他們的 是酒店的高層 那這個說法呢 其實呢 坦白說都是版主推理出來的 那但是大家可能會問 那版主你是怎樣推理的呢 事關過往呢 那幾晚住月品酒店 甚至住天水圍的嘉豪可樂酒店 他們都宣稱呢 自己是吃酒店的自助餐 而月品酒店呢 就更好呢 更加大大聲地 在鏡頭前面說呢 就說他們是吃半價自助餐 又是很好味啊 又是吃得很飽啊 豬魚豬女 那樣的 但是呢 當他們兩個被月品酒店 和嘉豪可樂酒店 趕了出來之後呢 去到今晚要住佐敦的賓館 那他們吃的東西呢 就完全不同了 剛剛8月13號7點多的直播呢 他們在鏡頭前面說了 就說自己呢 只是吃粥而已 那還有呢 就只是買了一些零食 就上酒店那裡吃 又說什麼20元6寸啊 又說炸得很厲害啊 吃完之後又要喝多點水啊 那和他們早幾晚宣稱說 吃自助餐啊 大飲大食的情況呢 完全就不一致的 那大家試想像一下 如果背後的金主是直接給錢他們的話 那其實他們去到哪裡的話呢 理論上都應該可以維持商業的住宿和飲食水平的 但是為什麼在月品酒店就可以吃自助餐 一離開月品酒店 去到佐敦之後 就要吃到這麼兜 所以板主就認為呢 某程度上 他們其實呢 就應該是有酒店高層的照顧 而相信這個說法呢 亦都是成立 亦都大家會同意的 那當然啦 板主就知道呢 現在坊間其實就有其他的說法 例如呢 現在比較流傳的說法呢 就是和之前的JPEX加密貨幣案有關的陳怡 就說他呢 就是其中的一個金主 那板主呢 其實之前呢 都有做過JPEX加密貨幣的評論 以及這兩條呢 回到深圳玩的評論 都曾經提及過陳怡這個人呢 根本就是一個瘋婆來的 不過坦白說的啦 他都是一個見錢開眼的人 他現在哄人玩加密貨幣的話呢 相信要貪的 那坦白說 應該是貪一些大錢的啦 那現在幫何梅搞直播呢 那坦白說呢 這些就應該是小錢來的而已 所以在動機上面呢 板主又覺得陳怡是他背後的金主機會 就不大 而證據呢 其實坦白說啦 大家都說的 都沒有實際的證據 不過板主呢 也都嘗試可以在這一方面 找一下到底有沒有相關的資訊 如果有的話呢 將來也都會嘗試 再出跟陳怡有關的評論 那說回可白和何大他們兩個啦 現在他們每晚做直播呢 都會有一件事一定要做的 就是向人稱水哥的youtuber 無良君斯還擊 雖然他們呢 就表示收到一堆可靠的錄音 以及一些網民向其他youtuber的控訴 就說呢 無良君斯在幾年之前呢 即是說他剛剛去到英國的時候 就有玩女人啦 壓女人錢啦 以及吸食毒品的習慣 錄音的內容呢 更加就指他其實是一個職業賭徒 還說其實他呢 在英國根本身無紛紛的 又說呢 現在他住的那個單位呢 其實只是長期在朋友那裡記住 但又不交租給人 正宗大難從 不過呢 以上所有的言論 或者所謂的證據呢 都是那位女網民單方面的指控 同樣啦 亦都是沒有實質的證據的 而所謂的證據呢 亦都只是無良君斯 向這位女網民的聊天錄音 例如問他方不方便 聊電話啊 或者聊電話的時候 可不可以開個視頻啊 但就沒有證據證明 無良君斯真的有 借錢啊 甚至騙錢啊 甚至有賭錢的習慣的證據 所以呢 在版主的角度來說 以上都是那位女網民的單方面指控 同樣呢 都是未能夠成立的 同樣啦 都是那句啦 如果阿何伯和何太有十足的證據 都不妨儘快公開 不過呢 證據就要實質少少了 還有最好就有力少少了 講到這裏的時候 其實版主也曾經有想過一個問題 到底這些錄音 阿何伯和何太是怎樣得回來的呢 於是版主就嘗試在網上搜尋相關的資訊 來嘗試搜無良君斯騙人啊 無良君斯騙錢等等的字眼呢 就發現大概在一年之前 其實就有另一位Youtuber 表示收到女網民的指控 就說無良君斯騙他錢 相信那些錄音和那些資訊 都是那個Youtuber那裏拿回來的 但其就其在 如果現在大家click進去的那個網站 或想看那些Youtube片段 那就很奇怪了 全部都是看不到的 所以版主很奇怪 可否和何太到底怎樣得到這些片段 或者錄音或者這些資訊呢 到底背後有人給他呀 例如會不會有無良君斯的黑粉 一直儲存這些黑材料 然後就見現在無良君斯 就針對何伯和何太 於是就把資訊給了他們兩個 就叫他們在直播公開無良君斯的黑材料呢 然後資料的提供者 就為了答謝他們公開無良君斯的黑材料 於是就去資助他們 最後就成為了他們的金主 其實也是有可能的 事關指控無良君斯騙人的那位女網民 曾經在其中一個錄音宣稱 當年無良君斯欠幾萬英鎊買樓的時候 是有考慮過直接給幾萬英鎊 給他賣完尾 相信這位女網民其實本身都可能是一個不缺錢的人 有錢婆婆就不敢當 但聽到這個口氣的話 相信這個有錢婆婆可能真的十萬百萬隨時拿得起 那到底會不會就是這個女網民在背後 資助何伯和何太 讓她對付無良君斯呢 那絕對是有可能的 之不過 板主呢 要在這裏都要戴上頭盔先 因為以上所說的東西 其實兩方面都是單方面的指控 例如女網民的指控 何伯和何太播出的視頻和錄音 其實都是他們個人的意見 甚至無良君斯曾經都表示過 已經就這方面作出了回應 這些是舊文 不過這些也是無良君斯單方面的回應 如果要理性分析的話 這件事件相信短期之內就不會有答案 如果大家要用主觀的角度去審視這件事 其實就很簡單 看看大家是信無良君斯多些 還是信何伯和何太多些 相信講到這裏的時候 大家心裏都有答案 然後影片之後的一個小時 他都好像不多說話 然後差不多每隔幾兩分鐘 就讀一次網民的留言 然後就好像很著緊地回應他們 但所謂的回應 其實他們都是兩個在自說自話 根本說到一半之後 其實都是在講自己話 根本就不是回應 例如無緣無故說些什麼 我和何百一起 是為了幫何百追回那450萬 當何百拿回那450萬之後 我就功成身退 或者之後又說些什麼 其實我很想離開可百 但可百太愛我了 所以我離不開他 這些接近語無倫次的對白 其實從來就坦白說 沒有人關心他們的感情生活 但他們就不斷重複他們的感情生活 所以與其就說他們是回應網民的提問 倒不如是他們借直播去講自己的事情 不過說回來他們又真是厲害的 雖然他們說來說去都是個三伏皮 但就比完這樣都比他拖到一個小時又多 事關整個直播大概兩個小時左右 其實做完頭一個小時 即是說他們已經將火柱的對話 或者指控無量軍師的視頻和讀音 全部都播出來之後 其實他們兩個都已經有打哭到中眼睡了 但他們仍然可以頂多一個小時 其實坦白說版主自問都做不到 對著鏡頭發呆發一個小時 然後還要被人罵那隻狗 都堅持可以忍奏到不offline 其實真是那下厲害 所以說到尾 版主都會覺得 由轉做youtube直播 到他們懂得買notebook 用youtube studio開直播 然後每次直播都懂得拖到兩個小時左右才offline 甚至怎樣定時定後開直播 在什麼情況之後開直播等等 似乎全部都是有人教路的 但是不是真的好像坊間所說 就是那些陳儀教路呢 大家問版主的話 版主又不覺得相似 反而是跟無良軍師作對的那位女網民 如果按照他所說的資訊 真的可以隨時拿幾萬磅出來 去資助無良軍師買樓的話 就好像真是之前說的 可能真的十萬八萬 他們真的可以隨時拿得起 然後呢 就去資助可伯和何太去反擊無良軍師 而且通過視頻和錄音 某程度上也可以聽得出 他公開譴責無良軍師 其實就不是為了錢的 可能真的純粹為了道氣 所以就向無良軍師報復 所以他資助可伯和何太 其實這個說法是絕對成立的 不過就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那好啦 版主今天的評論來到這裡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他們這兩天 平均每一天都做兩次直播呢 大家覺得是否有人教路呢 如果真的有人教路的話 大家又會覺得是誰呢 而何太又宣稱火屋處收回他的房子的言論 大家又怎麼看呢 大家覺得現在火屋處禁止可伯入屋 還是實際上已經是收回公屋呢 最後大家又怎麼看無良軍師和何太和何太的對決呢 大家又相不相信版主提及的那位女網民 對無良軍師的指控呢 又或者大家又會不會認為 其實那位網民其實是生安白做 企圖誣捏牢良軍師呢 不妨留言講底大家的看法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最後如果大家覺得我是講得好的 不妨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